姐夫 你找我是有什么事吗 是不是有什么好项目要介绍给我呀 东美 这些年我对你怎么着 当然好了 如果不是你当初给我从工厂领出来 我现在还在工厂打螺丝钉呢 也还不上欠了十年的三十万的外债 还赚了这么多的钱 现在我有房有车 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你 你是我最好的姐夫 行东美 那我就跟你直说了 我最近公司资金链出现了一点问题 你看你方不方便借我点钱周转一下 我可以给你打戒条的 姐夫 你别开玩笑了 就以你现在的身家 就那点小钱还用借吗 东美 你看我就跟你实话实说了吧 你也不是外人 我这公司马上就要抖毙了 你能不能看在我之前对你 孙子 你没有搞错吧 你找我借钱 我没有 你还是找别人吧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东美 你之前有困难的时候 我没少帮你吧 现在我有事了 想找你帮忙 你之前可不是这么说的 你说过我是你最好的姐夫 你是永远不会忘了我的 不是吧 你脑子没进水吧 我忘不了的人多了 你算老几啊 不过姐我都不理了 我还拿你当什么姐夫呀 东美 你别忘了 你这两年拥有的一切都是我给你的 你现实一点吧 你现在没有钱了 对我没有任何的利用价值了 再说了 我拥有的一切都是我应得的 我没干活啊 我没付出啊 东美 当年你在工厂打工 是我从工厂把你带出来的 教你做人 给你介绍人脉 教你怎么懂得人情世故 没想到 小恩养贵人 大恩养仇人 我劝你 做人要懂得感恩 别说那没有用的 就我马东美 要饭都要不到你家门口 别联系了啊 金秘书 你来帮我吃一趟 孙总 您找我呀 是这样的 你下去安排一下 以后啊 我们和马东美的合作全部取消 好的 我这就去安排 家人们 你们认为我说的对吗 如果认为我说的对的 请给个小爱心支持一下 谢谢